I like Radio 中國的新網 起離世界 我是秀元大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的節目當中 今天邀請到了新片天下記者 也是我們大家的好朋友凌凌 來到了今天節目當中 凌凌妳好 哈囉大牌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又來了 五月份的時候凌凌去了一趟關島 沒錯 羨慕嫉妒恨哪 這麼藍天白雲的地方 沒錯沒錯我自己都很羨慕我自己 真的齁對不對 而且關島飛行的時間跟去東京差不多 沒錯耶 他其實只要三個半小時就會到 而且是現在台灣有直飛的飛機 已經有直飛了 之前好像沒有直飛都要轉對不對 在疫情之前其實有直飛 那後來疫情之後其實就完全停下來 那現在是有旅行社 他就用包機的方式包了新雨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坐過新雨 航空的也可以趁如果要去關島的時候體驗一下 現在大家都對張董比較好奇了對不對 如果是他飛的飛機那就更好玩了對不對 沒錯 不過最近不能進駕駛艙了 不能再隨便進去會罰錢 對 因為要罰罰都不輕 不過來聊聊關島好不好 你印象中的關島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跟你去了以後的感受如何 我其實這是我第二次去關島 那我在很久很久以前 大概大學畢業沒多久 其實有去了一次關島 那時候是飛的那種美國大陸航空 我最記得最痛苦的是 清晨兩點多飛 然後到那裡的時候是四五點 超紅眼 然後都完全恍惚的狀態之下 飯店也不能進去 所以那時候雖然是自由行 可是他們會包一個叫做 免費的半天室去觀光 那他就帶我們去一些非常經典的行程 每一個人都很恍惚 然後對關島的基本行程都完全幾乎忘光 又就真的很想要睡覺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現在的那個班機 他到那邊就是早上大概九點的飛機 也很好耶 然後到那邊大概中午左右 就可以吃個飯就可以進飯店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很人性化的安排 其實是對關島比較有親切度好感度差很多 第一個就是你前一天沒有那個熬夜 以前其實真的要轉機的時候 飛至少要六個小時八個小時 轉過來轉過去 而且還有一個時差的問題 對關島比台灣再早兩個小時 那雖然沒有那麼多 可是 但是還是恍惚 如果你整個晚上都沒睡 其實真的很恍惚 對啊 然後再加上季節也有關係 剛好現在的季節是就是夏天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一次去 我整個對關島大改觀 是因為我覺得關島的藍色 真的非常不得了 好漂亮的藍喔 這一次你說在關島去這個 就是坐飛機的時候 有一些小秘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機上的小特色 沒錯沒錯 剛剛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可以搭星雨 然後我身邊也很多人 就很想搭星雨 所以我覺得可以體驗的是 上星雨航空 比方說他吃東西去塵 因為是從台灣出發 所以他是用胡同燒肉等級的 那我這次就真的點了那個燒肉的特餐來吃 是我從以前出差到現在 吃的那個飛機餐第一次全部吃完的 真的喔 真的還蠻好 當然沒有辦法擬真說真的在胡同裡面吃 是哪個艙等的沒有限制 都沒有經濟艙就有了 所以如果商務艙更高級喔 我覺得現在那個航空公司都好認真喔 之前華航也是包了那個燈燈鞍 然後也是一系列真的好高檔的懷食料理 然後它的懷緣度也是好吃的 師傅們都想死 因為在飛機上面就是你要運上去 然後要吃到那個鮮度 然後跟廚房線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種挑戰性 沒錯然後他還會附那個飯後甜點 是捲尾家的冰淇淋 對啊就起來很幸福 那也吃這麼好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小秘 不能說小秘密 其實大家現在都快知道 就是菜單上沒有的叫星宇特條 欸 對那特條是真的酒喔 我以前以為特條只有商務艙有耶 沒有對所以這一次比較顛覆 就是它的特條是在經濟艙的人就可以點 那是因為包機的關係 所以整機就包了嗎 不不不 其實星宇它的那個經濟艙都有 對但後來太忙了 現在它兩個小時以內的經濟艙 就取消了特條 對但是還好 我上次去沖繩沒有喝到 果然 對那還好 剛好關島飛了三個半小時 所以還可以喝到藍色的特條 所以大家就很會 因為它的藍色真的很像天空 所以它大家就會拿在那個觀景窗前面 就是窗戶前面這樣拍特條 拍照齁 做窗口位置可神器了對不對 欸我就會說請接過一下去我拍一張 隔壁說討恩 對啊 其實現在入境美國的話算麻煩嗎 然後簽證什麼 我覺得進關島的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它沒有美國那麼麻煩 雖然美國現在也開放台灣可以免簽 只要填那個 往上簽就可以 對對對但關島更輕鬆 就是如果你已經打滿了三計 那你就申請好 也是上面一個簡單的 非常簡單的網路上填寫 進關島的時候本來就是我們出發的時候 大家還提點說你一定要帶著小黃卡 你要帶著你的身份證等等被查 可是根據我們那一天的體驗 沒有任何一個人被查 被停下來在海關的都是在聊天 太久沒有遇到亞洲人了 對對對 他們每個人都在聊天 已經說那你來幹嘛呀 你去關島你想要去哪裡 最想要買美國的shopping是什麼 對後來大家 欸他們很閒欸 很閒 我以前看到美國海關的時候 其實我老實說我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就是他們不是太友善 因為他都覺得每個人進去都是要犯罪的 都想要跳機 對 所以他對你的上下的打量 跟你的那個嚴格過關的時候 其實是很 你就會覺得有一個壓迫 沒錯沒錯 這次是聊天 這次真的聊天 感覺出來他們真的很想聊 就是大家後來發現說 欸你問的也是聊天 我問的也都是閒聊 也不是說想要糾局你 要住哪裡啊 要什麼目的啊 對沒錯 或者是你疫苗到底打到什麼程度 都沒有任何人被問這一題 所以我們就很愉快的進入了關島 而且過關也快對不對 非常快 因為那一班飛機抵達的時候 其實就這一班 所以就處理一個飛機上的這兩三百人 就進來了 我現在覺得包機真的挺好的 就是特定的時間到了以後 就整機為你服務 沒錯沒錯 就一口氣進了對不對 而且很好玩的是 我覺得包機有一個另外很不一樣的體驗 雖然我們平常都自由行慣了 那他這個包機就是五天的進跟出 所以你在關島的這五天 算是團進團出啦 對這五天裡面 雖然大家走的行程會各自不同 可是你在關島裡面遇到的 如果是台灣人 就會發現 基本上就是這一機的 都在飛機上看過的人 你也是來五天的 我也是來五天的 原來就是整班飛機進來 整班飛機再回去 那現在這邊的亞洲人多嗎 其實關島它本身就是離菲律賓蠻近的 所以其實菲律賓的東南亞的人的臉孔 其實是多的 那當然因為他現在美軍駐軍的關係 所以美國人的臉也很多 對然後再另外一個構成 就會是他們島上的原住民叫查莫洛族 對就其實輪廓很深 然後身體小微胖 所以其實都還蠻看得出來的 所以亞洲人的的話我覺得是台灣人 因為包機進去 然後現在最多的是韓國人 我也真的覺得到哪裡去是不是 小蜜也是他剛從日本回來到處都看到 也是韓國人對不對 是不是車一車的來喔 真的好強大 在台灣的西門丁下也幾乎充滿韓國語 可是我以前覺得到哪裡都是日本人跟中國人 對不對 但現在日本人也看不見 中國人也看不見 韓國人 韓國人開放的早 那日本人是信心還沒恢復 那至於大陸客是7月1號之後 就會放出來了 可以這麼說 所以把午7月1號以前 但進去關島現在就 我以為我在看韓眾 就是進去那個便利店裡面 怎麼聽到通通都是韓語 你就覺得實境節目來了 對 買東西什麼的 Oppa New Sale 對啊 然後就說買這個啊 這個一個兩個 我們警衛的一些韓文都聽得到 覺得很像在看綜藝節目之類的 其實挺好玩的 但我覺得關島應該就是讓大家會覺得有一個度假天堂的這種感受 天氣如何 然後那種藍 據說你是特別歌頌 天氣非常的好 那關島雖然還不到赤道 但是它其實已經幾乎是中年如下的天氣 那我覺得關島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它的雲都特別大朵跟特別低垂 我沒有研究 伸手可以摘到 彷彿就是可以摸到那棉花糖的感覺 但我沒有特別去研究跟接近赤道也沒有關係 可是我每次去關島 它那個藍天白雲的白雲 都大到又很低 很靠近那個海平線 就感覺那一坨棉花 真的馬上就可以伸手抓了 然後也因為天氣都非常好 當然如果沒有颱風 因為關島附近是颱風生成地 反正每次有颱風 關島就有事 都會在關島 沒錯 就是在那附近生成 但如果沒有颱風的季節 關島的藍真的非常漂亮 這個藍很難形容 是 然後我覺得這個藍 它還有另外一個 這一次導遊有跟我們分享 就是因為關島它的海岸線都是沙灘 然後它的那個海岸線的沙灘綿延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沙灘又是白色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一直走出去 一直走走走走 其實都只會大概到小腿 頂多到大腿 然後都是白沙 所以如果你從高處往下看 那個白沙再加上透明的海水 就會變成 有一種漸層 漸層的綠色到漸層深綠 再到深藍 對 所以它再加上天空 如果天氣很好這樣照應 那個藍色真的 你會用進身體裡所有的藍的形容 來形容關島的藍 每一個層次都不一樣 真的非常不同 漸變式的 然後就是千變萬化 你感覺上有點像那個彩虹 但是它是全部藍的彩虹 沒錯沒錯 就是真的有漸層感 然後也因為它那個 特別地形的關係 所以這裡的海 玩水這件事情 就變得非常好玩跟有趣 然後也很安全 台灣的朋友喜歡玩水嗎 其實沒有這麼愛 一半一半 對我覺得是 那當然因為現在就是大家 因為很喜歡美拍拍照 炫耀嘛 對這一次我跟夏韻芬出去玩 他都穿彩色的大腸裙喔 然後我還被導遊叮嚀說要穿短褲喔 你可能要涉水一下 結果夏韻芬根根本沒有穿短褲 有心機 然後我穿著短褲我就覺得超難看 然後他的大裙子一拉 在海邊拍超級美 這好像飄洋 對啊然後這一次去關島也是 導遊也帶我們去說 你們就要叮嚀 就是說如果你們有穿比基尼的辣妹啊 什麼的就可以穿出來 然後可以一定要下水玩 對 所以其實真的 就你可以感受到那種度假的氛圍 一秒就完整了就是你的那個度假的心情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 中國流星網 起離世界 我是秀緣大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行片天下的記者也是玩家林林 來跟我們聊一聊去這個關島的旅旅行 那這一次因為有包機直飛 然後又是一個五天的短旅行 所以其實是度假的氛圍蠻舒服的 而且天氣又好 海邊主要可以玩些什麼 海邊呢這一次我們就有被帶去一個 其實是在去年才剛剛推出的新的景點 然後那個地方叫做Bigini Island 比基尼小島 一定要穿比基尼才能去囉 我們身材不好的我們就忍耐 但是這一次去剛好遇到突然園 就有遇到兩個身材非常的健美 就是不是不好看的 但是就是很健美的兩位美眉 就是健美感就是那種很有一點亮的那種 健康美 沒錯沒錯然後他們兩個也非常勇於的展現自我 所以我們就跟著他們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美照 就是你這裡上面有好多那個背影 然後那個就是很漂亮的弧形 對 他們都穿了丁字褲 但是也不會覺得說不舒服 我就是覺得非常的好看 沒有我覺得完全羨慕 真的 怎麼青春這麼好 青春無敵 對那種感受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了Bigini Island 那個小島它是需要坐船 才可以到外海停泊 那你如果要走到那裡去 其實也不用到島上去 因為剛剛說的那個關島地形 都是綿延的沙灘 所以他們就你可以選擇你要騎水上摩托車 或者是被他們拉香蕉船拉進去 那最大的重點就是他們在海中央設置了一個 蕩鞦韆 在海裡的蕩鞦韆 是故意給你拍照的嗎 沒錯 就是美拍用的 太霹靂了 對 然後就會呼應說 它其實真的是藍天避海 所以我們在那個蕩鞦韆上面 就請了這兩位妹妹上去幫我們拍一張 剛好那個時候是漲潮 所以海水是差不多剛好到 剛好到那個坐著的地方 但是其實如果比較退潮一點點的時候 那個蕩鞦韆是真的可以蕩的 現在剛好就是在水平面上 對 我們去的時候 但是仍然很漂亮 真的非常漂亮 真的 而且這兩個妹妹 我真的就覺得他們充分展現出了 青春自由浪漫 對 度假的無限美好 對 然後又非常的健康 對啊 所以我們在那裡 然後其實那裡呢 它因為也非常的淺 所以那個海水看起來就是那種 Tiffany Blue的那種 Tiffany藍 對 藍色真的很漂亮 對 下面這個是Tiffany藍 然後下面這個呢 有點像 這個就是天空了 天空藍 然後有點像愛情海的藍 我覺得愛情海的藍也好漂亮 真的 然後在這裡呢 也因為它的那個海水沒有那麼深 所以在這裡也可以自由的浮淺 他們這樣站在水裡還是在鞦韆上 是站在鞦韆上 我以為站在地上 這水真的很淺 很淺 我們大概只有到小腿高一點點 我這麼矮喔 但就在小腿往上一點點 要不然的話它可能夠不到那個鞦韆 所以其實是蠻淺的 就到小腿度而已 而且是一路可以這樣子到處走來走去 但它又是在海上 這張拍的真好 真的非常的舒服 跟你會很安心知道說 我在這裡就算我浮淺 或是不會游泳的人滑兩下 我也不會覺得害怕 我看你這些圖片 讓我一秒回到那個馬爾蒂夫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藍色真的有點像 有點像喔 而且你就會覺得就是 它的那個海洋任你無限長陽 然後你隨時就走幾步就可以下去了 然後就魚群圍著你 對 那如果要魚群圍著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水上活動也非常 應該說水的活動 就是深淺 深淺 對然後因為也有非常多台灣人到那裡去發展 所以那島上也有一家是就是 老公跟老婆一起經營的潛水店 那老婆就完全可以全程跟你用中文 跟你倡導那些用水的知識等等 然後覺得好玩的是 因為它也是從很淺灘帶你慢慢往下走 走到 墨頂 慢慢下去的時候 其實魚群就已經幾乎都在你的身邊 他們都不怕人 好奇特 完全不怕耶 對而且也不用特別去說也要餵它 什麼東西人工的什麼吐司啊 都不用它其實就圍繞過來 我記得之前我們在馬爾地夫的時候 還是手上拿著那個廚師準備的麵包什麼 後來其實就是大家希望 連身上的防曬油盡量都不要擦 對沒錯 海洋環保 對然後在那裡 因為那個地點下水的地方 是在魚眼公園附近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我們慢慢潛下去之後 其實除了看到魚群 然後偶爾會出現小鯊魚 你也潛了嗎 有有有我有下去 你有執照嗎 需要嗎 我沒有它是就是很深淺 但是會有教練帶著的 OK 對然後下去了之後呢 除了鯊魚會游來游去 然後看到海龜啊等等的 然後靠近魚眼公園的時候 魚眼公園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是一個公園的塔 在裡面的人可以再走到塔的B2或B3 地下室 對然後就會透過一個透明的窗 我們遊在外面的人就會跟裡面的人打招呼 你看我還是我看你 他們就會變成我們的風景 我們也變成它的風景 然後我們就會在魚群之間環繞 然後就看到裡面的人 就也很興奮互相揮手 隨身活動貴嗎 自費嗎 我覺得不會很貴 所以通常的話 我記得沒錯的話 折合台幣不到兩千塊 那很划算耶 深淺耶 那當然還會如果你要在家買 教練幫你拍的照片或影片的話 那個就會再另寄 那也沒多少錢啦 對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然後也可以是去體驗一下 因為它真的不會很深 對然後也有教練一對 頂多只有最多到一對三 就是一個教練照顧三個人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朋友 就是我們住在海島 但是真的沒有海島人那麼愛海島 這個事情讓我覺得很奇妙 雖然我自己也是不太愛下水 因為我覺得但我不是不愛下水 而且我也是可以浮淺 然後也可以深淺 然後也可以游泳的人 但是我是覺得麻煩 起來要洗要衝要換衣服 可能你要拍東西還要再化妝 這個對我來講是麻煩一點 但如果有機會接近大海 其實真的很棒 我覺得一定要去體驗 而且就是它這麼淺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態 對啊 然後關島那周邊的魚群 有兩百多種熱帶雲類的生態 所以其實也是非常值得淺下去 然後我們大概前後花了一個半小時 有包含換洗啊 然後著妝等等再下去 才兩千塊啊 所以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 就可以在岸邊看到 離岸邊很近就可以看到這麼豐富生態 所以去關島強烈推薦 一定要玩這些水上活動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在玩的時候 你一個人不玩也覺得蠻怪的 然後你就喝個飲料 然後時間也就過了 你還是要等你的朋友 而且在岸上是看不到這些風景的 那這個是獨木舟嗎 對 就是因為它的地形也非常的安全 所以其實那邊你可以自己滑SUP 或者是滑獨木舟 然後它也沒有那一種浪很大的狀態 因為關島最有名的那個杜孟灣 它是一個安全的灣凹 所以它是那樣的凹的地形 讓海水不會打得很大進來 所以像獨木舟啊SUP 雖然有小浪 可是它算是平穩且安全的設施 所以其實關島知名的飯店 都圍繞著這個杜孟灣 那他們也都會有自己的沙灘 你可以走下去 然後也會提供這種免費讓遊客 就可以使用的水上設施 聽起來真的就是度假的天堂那種感覺 所以你只要是過去以後 你就要放下一切的包袱 對不對 比如說我有藕包啊 然後我可能怕怎麼樣 我怕難看怕什麼 真的都不要怕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玩的時候 我們就放鬆就好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來聊一聊關島好好玩 馬上回來 中華雷星王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旅行的玩家 行片天下記者林林 帶我們來旅旅行 也就是到了非常熱門的關島 但是現在的關島 在7月以前都還是滿安靜的 對吧 但是今天播出的時間也6月27了 所以還有三天時間 也就是說7月份以後呢 可能有很多的暑假 或者是說有一些不同國家的人都會進來了 可能就會熱鬧多 對但是就是如果季節是穩定的話 其實海就是這麼的大 所以還是可以放開懷的下海吧 所以現在包機的人滿嗎 還不錯 滿不錯的 然後也是因為是包機再加上 因為他們都有管控 然後又搭行航空 就是口碑上面 然後時間上也都很好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還滿推薦在段期間可以參加 可以去玩一玩的 那喜歡玩水的朋友 也可以在寒暑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這樣的行程的選擇 因為冬天去的時候你也不覺得冷 對不對 它就是四季的基本的氣溫都這樣 那也熱不死你了 反正就是泡在水裡嘛 也很愉快 好那另外我們來聊一聊 這個當地的住民 其實茶莫洛人是很多的朋友 都知道的這個小數民族 我覺得他們其實還滿可愛的 就是很熱情然後身上有黑 但是動作還有這個就是叫聲 其實都是表演的時候 都滿勇見的 我們現在要來學一個茶莫洛語 就叫做have a day 就像我們have a nice day的have a day 但它其實是茶莫洛語 也是一樣是你好打招呼的意思 所以只要學會了這個詞 茶莫洛人是磨鼻子嗎 摩鼻子是那個 摩 那個什麼 是在那個 夏威爾西蘭 紐西蘭 對 他們都南島語系嘛 對 其實他們跟我們的南島語系的那個民族 跟那個蘭語的民族 他們是共通都是南島語系出生的 所以偶爾會有幾個字很像對不對 然後有一些發音其實是會可以聽得懂一點的 對 所以他們南島語系的在海洋上的民族 其實算是共通的 有沒有這次體驗茶莫洛人的生活跟美食嗎 有啊 我們就被帶去了一個遊河 那那個遊河其實是就是坐著船之後 慢慢進去茶莫洛人的文化村 那我們想像中的文化村可能就會 可能是假的那種建築或者是刻意出來的表演 對 但我覺得他們的那個村落是真的走進去他們居住的地方 然後一進去之後也會有茶莫洛人的爸爸 因為他吹的是那種海螺 對他跟我們表演的是 就他也是一場表演 但是他的海螺是真實他們以前在生活的時候 用於生活比如說交集族人來啊 的那個海螺 有一個呼喚的作用 對 然後進去了之後還會看到一個拉提石廣場 那這個拉提石呢 是他們當時在建廠沒落建築的時候 像三角形的這樣建築 他們把他架高的那個地基 然後石頭都被留下來 所以大家會看到一個比較像下面一個圓柱 然後上面一個比較像梯形的 這樣子的建築 他叫拉提石的那個基石就會變成官島很多的 譬如說logo或者是印象的時候出現的logo 這個也代表查莫洛人的文化 對 這也是他們致敬查莫洛文化 就是像這樣子對不對 對對對 就像個小蘑菇頭 對對對 然後他們又把這些做成圖案啊 或印象代表這個很關島這個印象的圖樣 對然後進去之後也會看到 查莫洛人他們真實在生活的樣子 雖然現在譬如說穿的衣服啊 已經都跟我們的一般生活差不多 但是他們還是會非常多取之於自然 對 他們會用它來編織各式各樣的提包啊 測飛包啊 變玫瑰花啊 沒錯沒錯 我記得以前有印象 他們可以摺各種什麼柵蒙啊 然後摺什麼東西 三兩下就摺出來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進去看然後媽媽明明才剛剛隨手拿來一片葉子之後 沒想到等一下就變成一朵魚 一隻魚然後一朵玫瑰花突然就出現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大自然給他們的禮物 所以他們一直都很珍惜一直到現在 而且他們有一些自己的儀式或傳統 到現在還存在對不對 對比方說如果要進他們家屋 他們有展示一個以前留下來的家屋 那同時也是會告訴大家說 哪裡是男主人該做的哪裡是女主人該做的 那他們是傳統是怎麼樣生活等等的 對我覺得可以透過跟他們聊天 然後甚至他們到現在為止都還很會鑽木取火 這個求生本能太強了 對就是現場鑽給我們看 然後很快就用那個椰子絲 然後引起火苗之後很快火就升起來了 真的喔 就是它是用那個就是把小枝的木頭削煎了以後 快速的搓對不對 然後就是來回的搓 然後把那個椰子絲放在底下 它只要有一點點 吹兩下 火就出來了 對 非常厲害 我之前去露營的時候 就跟大家學說怎麼用打火石點火 超難 對真的 所以我想說這些人真的丟在亞馬遜河 應該都不會有事對不對 沒錯 反正他們就是已經有那個天生的 就用老天給的禮物來求生的本能 但是這也是一個豐厚的回饋 像晚上你們他們還有營火晚會嗎 對對 他們在那裡會有舉行茶木落式的那種歌舞表演 然後這表演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很多像 譬如說那個火舞 對或者是茶木落的跳舞 他們也是有那個草群舞出現 但是就像學員姐剛說的 他們的那種power 然後說出來的聲音的洪亮 對對對 是真的會被它震責住的 你會覺得有一個那個就是彈回來的那種聲音 就撞擊到那種很有分量的聲音 對對對 然後晚上的話 如果你去的時候會遇到禮拜三 那禮拜三晚上還會有茶木落夜市 對 可以去夜市裡面玩 對 然後譬如說可以玩什麼呢 最一定要吃的就是烤肉 那茶木落烤肉跟大家很不一樣的是 他們會撒很多的香料 是屬於混合 他們那邊然後也是跟南島相關 菲律賓那些香料等等的混合出來的烤肉 我覺得非常好吃 對 所以一定要嘗試 有賣一些什麼那個夜市的話 除了吃應該還有一些小紀念品什麼的 有有有 比方說像他們那邊的貝殼 做成的項鍊 耳環 對或者是因為那裡有非常多烏龜 所以這我們有問過喔 就是不是保育類型的烏龜的龜殼 也會做成耳環或項鍊或手勢等等的 可是烏龜都很長命耶 對 把它搞成這樣就沒有殼的烏龜 也挺可憐的 對 因為是海島國家嘛 所以也很多的那些飾品 或者是做成家飾品等等的 都會變成是那邊可買的東西 這個也算是一個新奇的體驗啦 對 那我有看到你在這個就是書上特別講到說 一個小亞馬遜叢林的生態探險 所以我們一直以原則上就是以為 關島其實是一片汪洋大海的那種綠意盎然 或者是說藍色的Tiffany海 但是裡面也有叢林生態 沒錯沒錯 就是如果要進去剛剛那一個 長木木文化村的話我們就可以搭上這一個 這艘船 對 然後緩緩進去 然後像我們就是比較不按水性的的話 我們就搭這種大艘船 然後我們也有遇到同團是歐美的朋友 他們就自告奮勇說他們想要滑卡亞自己進去 對所以其實民族性這個時候就會出現 我覺得其實滑那個小獨木之後還蠻有意思的 他們就真的完全親近那個海水 那個河水面 然後譬如說那些那種椰子蟹 或我們還遇到變色龍 幾乎可以摸就會摸到 真的自然生態實在是保存得太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中華雷星王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旅遊玩家 林林帶來的慶夏EV的綠旅行 也就是歡迎大家到關島去徜徉一下 就是我們綠意盎然的海水 還有這個就是森林的環境 探險就是你剛剛說到會碰到那個變色龍 對 變色龍大嗎 很大隻可能有一個手臂這麼長 那他就停在那個樹枝上 然後他當時 顏色很不容易發現 完全發現不了 是導遊就是船家跟我們說那裡有 然後我們大家才看 然後我就用我的長鏡頭看 哇超大隻就是佔據整隻樹幹 所以我才意識到原來不是這樣 不是小小的 不是手掌的那種 我在尋找仿佛手掌大 其實根本就是在尋找一隻樹幹 而且我覺得變色龍最近有好多人 養他當寵物對不對 很厲害就是他你身上 穿什麼樣的顏色衣服 他就變什麼樣的顏色 對啊對啊 像我今天這麼花他應該可以花的吧 他要花點時間 但我就覺得大自然的這個就是 潰贈真的很神奇喔 而且他們有一個自己保護的本能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那麼親近大自然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就是 當地連漁夫他們都會知道說 哪一些該補哪一些不該補 其實這些都有他們的一些 他們自己的規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而且我們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你可以大概有五天的時間嗎 大概半天去半天回啦 然後其他的時間上面 就是大家可以充分的運用喔 那住的飯店有些什麼特色嗎 有 或者說在吃的部分 對 住的話我會強烈推薦一定要住在海景第一排 就是剛剛分享的 杜孟灣前 但其實那邊的飯店幾乎 我不敢保證百分百 但幾乎所有的飯店都是面向太平洋 所以每天早上張開眼睛你就會看到太平洋 就是如果你是在關島你不面海 你大概就會被吐喉水 對啊然後這次去就有住了一個去年才新開的 叫做春花的花朵的那個春的這一間飯店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的細緻 因為它有一部分是日本人投資 所以在那個細節上面 比方說你一踏進去 它面對海的那一扇窗就會緩緩窗簾打開 然後就覺得哇你真的被歡迎了 然後一打開又是整片藍突然間進入你的眼鏈 就會覺得哇度假改立刻就來 就是你被海水包圍著的那種溫暖的感受 對然後它也有 房間看起來好舒服喔 非常舒服就一定會有面海 然後它也是唯一一個在關島是無邊際泳池 對著海水的 所以去這裡我也強烈建議一定要跳下水 就是這個是有玩泳池的水 然後所以如果大家比較害羞你的身材 現在有那種泳衣是那個五分褲 然後是有小袖子的 就有點像薄的潛水服 你完全可以穿 對啊就不要害羞跳下去 沒關係啊大家也不認識誰 就見這一面而已 跳下去之後那種度假感真的會出現 然後如果泡到晚上 這間飯店的晚上還有水舞表演 而且你可以泡在裡面喔 它就在你的鏡頭那樣跟著海水的那個鏡頭 就在你前面這樣隨著音樂 然後水舞會表演個十分鐘 我以前其實去Las Vegas 看那個Belago的水舞對不對 就覺得很震撼了 對啊但可以泡在水裡跟水舞的角度是最高 而且跳海邊 對然後就吹著海風聽音樂 真的非常有度假感 這個真的感覺上千金難買 就是說有那一剎那的那種幻覺 就覺得這個好像人間仙境不太容易 我看你們吃的也很好欸 對啊如果要度假感的話 因為畢竟關島還是美國的屬地 所以一定要吃的就是美式漢堡 對啊我在看你們書裡面 一直在大力推那個漢堡 而且推多汁然後美味 我們自己就有同行的朋友說 就是有帶去最經典的Hot Rock 這間美式漢堡店之外 Hot Rock好久沒聽到欸 是有導光嗎很多家 在關島上 對啊但我們也還另外又去找到 另外一間叫DOS的 這間他是從美國西岸來的漢堡店 真的非常好吃 就是碰巧找到我之後吃完才知道 原來他已經蟬聯關島 因為他們島上也都有票選 漢堡比賽 就像我們牛肉麵比賽 一直名列前茅 然後每年都有拿獎的 那他的漢堡裡面包什麼呢 還是牛肉 對他是牛肉跟豬肉的混合 然後他其實得獎還有另外一個是蝦寶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 因為我點的就是蝦寶 然後吃蝦寶的時候認真會發現 哇真的有吃到一整隻蝦的氣氛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在台灣比較難吃到 因為就像麵海這邊的部分 就是他每天的海產都是新鮮 然後還做蝦寶比較舊的過去嘛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是冷凍那就算了對不對 好今天非常謝謝那個凌凌的分享 真是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玩的開心